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開始有一個結論 白警都走了 哪裏定得信呢 你覺得現在警察濫捕 亂捉人 亂打人的情況 你是警察的同僚 如果你是白警 不同意這種做法 很多警察都辭職 出來見記者 在媒體訪問 我現在有一個結論 也有白警 不過白警也可能被抓了 事後 昨天在屯門中心 警察拘捕了五男三女 由十四歲至六十一歲 其實在做什麼呢 有幾個人想在港鐵屯門車廠對開的連儂牆 那裏貼一些文宣 總共抓了五男三女 十四歲至六十一歲 其中一個三十一歲姓黃的被捕人士 涉嫌是一個休班警員 他甚至做過防暴隊 他跟他女友和他女友的媽媽和其他街坊 一行八個人想去港鐵屯門車廠對開的連儂牆 貼一些文宣 主要是針對鄧炳強 然後在白人裏面 警察去掩蓋 在身上找到電鑽 膠水和海報 抓了他 管有物品意圖摧毀 損壞財產 把他們抓了 這個休班警員就是姓黃 剛才說過有膠水在身上 即時停了職 據了解姓黃的休班警員 做了警察六年 本來駐守青山警署 是軍裝巡邏小隊 發生這場運動後 七個月前 運動開始前 被調去處理遊行示威的 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 參與防暴警驅散行動 消息說他女友是黃絲 他也向警員聲稱陪女友去電場 不過就去到他家 找到一些文宣 為何會有電鑽等等的東西 主要是在新屯門中心 港鐵屯門車站對開的行人路 大概有20米外面的 一個叫做團青里的欄杆 有些木板在這裡 你需要在木板上面用電鑽 轉孔 然後綁一些金屬的綁條 綁在欄杆上面 於是貼在板上 大家都知道 年日來應該大概 去年年底 或者十二十一月已經開始 除了找那些不知哪裡來的 又會當失落的大陸人 去青年農場之外 食環也有青 都有青年農場 我看到青圓又貼 現在有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新界的地方 那些文宣有些什麼呢 第一就是愛比暴力強 與警察割蓆 第二就是枉死沉冤代雪 第三就是驅選頭緣 長帳未緣 有很多都是指責 鄧炳強的標語 字句等等 好了 現在是成長運動第一次 抓到休班警 參與示威遊行 或者是一些文宣的活動 是第一次 現在有幾件事很值得討論 第一件事 就是很快 休班警的資料 就放在微博上面 有一個網名叫 通天書生諸葛餓龍 自稱是警察的 就把這個警員的全名 警察的編號 立即所屬警署 同時 一個區議員在現場 就用Facebook直播這件事 就把這個警員的樣子 圈了出來 在這個直播截圖那裡 圈了出來 然後也有內地網民 貼了這個警員的近照 這個第一件事很值得討論 而且有些評語說 不知道 抓一百個這些什麼 蟑螂那暴徒 都不夠抓一個自己的臥底 這個值得討論 就是什麼呢 現在有一個禁制令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警察 大家記得 蒙著臉 他怕被人起底 現在有一個禁制令 是不可以在網絡上面 就把這些 警察的樣子 他的名字 他的編號 這個職級 所屬警署的資料 都是一些禁制令範圍裡面 限制不准在互聯網登出來的資料 而這個自稱警察的通天書生 諸葛厄龍 就把他登出來 現在警方說 那做法究竟有沒有違反禁制令 就要進一步了解 需要時候作出跟進調查 犯了法 我不是說那個 休班警貼連動牆 貼文宣那個是警察 犯法 警方說他犯法 我也不知道犯什麼法 最多是說他亂丟垃圾 他現在說管有物品 做這個破壞 那破壞是什麼 那塊木板又不是你的 最多不是說他 找一條鐵線綁住鐵欄 你說那條鐵線綁住鐵欄 是不是破壞這個公物 我不懂去評論 他身上有膠水 膠水是非法用途 無論如何 現在證據確鑿 這個自稱警員的人 在微博上登了 這個被捕的休班警的資料 其實是違反禁制令 這個就很清楚了 我不可以說不用審 我們這一輩的人 口頭閃不說不用審 是他的 當然不行 香港我們無罪推定 怎麼可以不用審 現在連人都沒有抓到 黃論說會告 告了還要上庭 審了才知道有沒有罪 但是 表面證據很清楚 這個警察是違反了禁制令 把他的同僚的資料放上去 第二個要討論的是 他馬上停職 這個就好玩了 什麼好玩呢 很多人說 七個月 警察 警察 在街上截查人家 說錯誤罵人 人家問他良心跌到哪裡 他就馬上撲去打 然後光天快日 很多鏡頭拍著 一下就撥出人家的頭 拔人家的面罩 噴胡椒噴霧 然後七大個人壓著 坐人家的頸 用棍去打人家 手手腳腳 打到極傷 斷了 你在警署做些事情 沒有被路電視拍到 我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又怕著說 你去告他 說在這裡被強姦 非禮 他就說你下假口供 循假口供的方向調查 鄧炳強在區議會說 現在被鏡頭拍著 那些 他當然諸多辯解 又說人家反抗 你怎麼知道他還在反抗 在鏡頭拍著他 你怎麼看到他沒有反抗 總之要打 合理化他打就說他反抗 他還沒死也會反抗 其實老老實實 又說他反抗 於是打到他頭胖血流 打到骨折 那些是沒有犯法的 那些從來沒有警察 因為這件事停了職 沒有 那你說他現在執行職務 更何況他包住自己 誰知道他是誰 對不對 有一個應該證據覺錯 就是這個攜坊 找個鐵馬 打八字去撞那些示威者 這個也停過一輪職 停過一陣子 我不知道是一個禮拜 還是十天 還是五天 停過 很快就復職了 OK 循什麼呢 循交通投訴的方向去調查 現在就說沒有人投訴 於是 這個交通警 什麼事都沒有 繼續出糧 我就問這個交通警 有沒有犯法呢 如果那個休班警 休班之後 去貼連儂牆 在連儂牆裡貼文宣 和他女友的媽媽 去貼文宣 是犯了法 是擁有物品 可以破壞不知什麼用途 非法用途 OK 他是要停職的話 這個交通警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受傷 為什麼這麼快就復職 為什麼不是控告他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受傷 而是控告他交通投訴方向的調查 誰去投訴你 沒有人敢投訴 投訴你就是自認自己的現場 穿黑衣 是被你用車撞的 你就把他拘捕了 我自己問 我就要問一個問題 同樣是警察 為什麼這個 在身上手刀膠水 說他在連儂牆裡貼文宣 你把他的同僚都起底下 然後就說 拘捕一百個蟑螂 都不及一個臥底 重要 他做什麼臥底 老實說 他就是去貼文宣 如果真的 就做了這件事 馬上停職 我相信會告硬 然後幾日聆訊 一定會隔斜 你找車撞人的人 就什麼事都沒有 找棍打人的人 什麼事都沒有 在警察裡面 那個雙重標準很清楚 你用非法的手段 去對付示威者的人 就會受到家長 受到鼓勵 就完全無後顧之憂 你在警察裡面 只是跟女朋友一起 或者她自己也是黃絲 我不知在家裡搜到海報 還沒出櫃的黃絲 在警察裡面 被發現到之後 起他底 然後就停他職 最後就會隔他職 分分鐘要坐牢 你看到 警察的標準就是這樣 這就非常清楚了 第三件事 我想討論的就是 一開始說 白警 其實有白警 這個世界是有白警的 在香港是有白警的 確實是有的 不過 我剛才說過 即使不是離職也好 最後都會被拘捕 即是說 他們其實在 我的理解 有些是做民職的 有些是做軍裝的 在裡面都有對於 警察的所作所為 是相當頂不順的 不同意的 覺得是很壓抑的 差不多是辭職與不辭職的邊緣 不過 當然一個人做了一份工 你要離開那個崗位 尤其是你做了這麼長的時間 超過五年以上 你會有很多糾結 即是找升到這麼上職 可能會有警察宿舍 如果結婚的時候結婚 你找到那份工就這麼容易 等等 但有些人就說 無論如何都好 不會餓死人的 走 是不是 無論如何都是走 有些人就說 好 我留下 在這裡 我可能盡量想拿多些 看多些情況 拿多些資料 就像這個白警 他女友是黃絲 他自己也是黃絲 他用自己一分力 當然會沒有相當大的風險 去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人 如果你老老實實 你做一份工 完全不是你自己的意願底下想做 而且做的事 甚至可能會傷天害理 整班人一起出去執勤的時候 個個都拿著棍去幫人 是你不打 行不行 最後你會面對什麼後果 我覺得這個白警 都在那裡不等得多久 即使不是被人抓也好 你這麼黃的話 你也不會等得很久 因為太過壓抑了 當你的同僚打完 年輕人打到脫皮脫骨 回到微飛色舞去說 如何踩死幾隻蟑螂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人 你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 良心還沒跌在街上 還沒給狗吃 你會不會定得順 當然我是張心比己 或者我是以己當人 我自己就是 我絕對不會在這種環境裡去賺食 因為對我來說 我寧願餓而已 但是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 他自己的家裡的處境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我不會怪責 每個人做了一份工作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過問題就是 如果你仍然是有良心的 你認為這場運動 警察是太過分的 警察的暴力是要被追究的 我主張這些白警 不只是沉默地繼續 說自己忍著手 不要打那麼大力 而是將這些事情揭露出來 告訴全社會 究竟警察內部是怎樣的 他那套文化是怎樣的 為什麼會這麼瘋狂地傷害年輕人 就是有什麼內幕的消息 全部拿出來 甚至你做一個證人 去揭發這些警察的暴行 如果你還沒離開 又或者你走了也好 你也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不只是沉默地 半夜去貼文宣這麼簡單 如果你是一個警察 是一個有良心的警察 我認為你應該將他們裡面的情況 全都說出來 接受記者訪問也好 或者自己寫出來也好 拿出所有證據 去指證他們 令到這場運動 追究警暴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如果你想寫畫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不要再寄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9為馬鞍山郵局郵箱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